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十號賴瑞隆委員諮詢 好謝主席齁請卓院長 麻煩再請卓院長備選 院長辛苦了齁 賴瑞隆好不會 我想新的內閣上任 包括新的國會上任 其實人民都期待多一點點民生 多一點經濟少一點政治 院長應該同意這樣的看法吧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 福國立民的沒有爭議的法案 儘快政策更儘快送到大院來 能夠經過合理而且正常程序 法定程序的審查 讓全國的人民都能因為新的法案新的政策 感受到這個政府 為人民做更多更多的事 政府上任之後其實期待的 不管是國會或新的內閣 都希望多一點點的經濟民生的議題齁 多一點經濟民生的法案 少一些政治性的啦 但也很遺憾的齁 這一陣子大家為了這個 立法院資權行司法 跟刑法問 坦白講這個其實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那麼急迫性 我不認為它有那麼強的急迫性 但是它通過了之後 其實確實產生了很大 對台灣內部的撕裂 包括很多衝突性 甚至裡面很多是違憲 甚至違反侵害到人權 侵害到官員相關的一些權益 甚至不確定的概念 我認為這個都是會影響到台灣的整個 整體國家的競爭力跟發展 所以我看到了這個院長 昨天因為會通過要批請賦議嘛 我想我們支持啦 因為不恰當違憲的一個法律案 那當然依法 當然要行政院長也依於你的權責 也必須要這麼做 不能夠讓這個不恰當 而且違憲的一個法律持續來運作 那我裡面特別要提的是 其實針對於這個 總統的部分 但總統得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這個在徵修條文第四條有規定 但是它也就是這樣 但是它在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備詢 這也是一個權利跟義務啦 就像我們今天在質詢台上的 那但是在質詢行政法第十五條之四的 增加修訂 總統應該要 依這個立委的口頭提問 來依序即時回答 這個顯然是超越了憲法的規範 也超越了一般的 包括甚至於跟總統和行政院長之間的權限 都產生了一些矛盾跟混淆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很明顯的是一個 違憲的部分 院長怎麼看 而且他把總統到大院來做國情報告 變成一種義務 變成一種義務 而且報告之後 採取的 答問的方式 顯然在憲法裡面 我們是找不到任何相關規定 這個就是我們所擔心的 如果國會不斷擴權的狀況下 其實它會侵犯到我們憲法 所訂定好的責任政治的規範 總之讓總統跟五院之間的憤氣會整個混亂掉 立法院一拳獨大 所以剛剛有前面有委員提到 他擔心像希特的狀況 我反而擔心的是 如果國會不斷擴權下去的話 反倒會形成另外一個憲政上面 跟民主上的一個大倒退 這個反倒是我們擔憂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類比其實 完全是不適合的 如果我們看到現在的擔憂 現今的社會要擔憂的話 國際社會看到擔憂 反倒是應該要去 譴責習近平所領導的這個 極權專制的一個 這個政權 反而讓大家更擔憂 怎麼回來去批評自己國內 而且由民主體制所選出來的 這個政府 我認為挑任何某些話去做這樣的 影射跟攻擊 我認為都是不恰當的 這完全贊同委員的看法 我想齁 這個不只是在這個裡面其實很多條文 對於資源新法 對於整個 都是侵犯到人權的部分 包括不確定的概念 以後的人民都可能會調到立法院來 要求你提供資料 這個對於人民 對外資 對外商都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甚至有可能機密的外洩 那其實我認為很不恰當的 還包括 你看連最後的三讀條文的裡面 都還有在做 新台P的漏寫 包括物件和檔案的更改 你就也看得出來 這多麼衝觸 多麼急躁 多麼的混亂 所以裡面錯誤擺錯狀況下 我其實支持 立法院其實應該接受 行政院的複議 再回到 委員會 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來做審議 把一些不恰當違憲的部分 在充分地討論溝通之後 再來 整個做最後的定案 我認為這個才是恰當啦 這個院長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是 行政院身為一個憲政機關 依照憲法所定的程序 提出救濟 不應該說是惡意 不應該說是惡意的 好 我們是來捍衛這個憲法的執行 同時 來到大院這個複議案 當然懇求 委員同仁 同仁先進們 能夠支持複議案 所求的 無非就是再一次 我們能夠去面對這個 法案的內容 重新審視 也在經過民主的程序 好好的討論 同時 也維護到憲政裡面的秩序 不要有 權力分際 願計分際 等等的困擾 化解這個憲政危機 習政院長如果發現了這個法 是有違憲 是有自然難行之處 還沒有提出複議的話 這個將來在歷史上都會記下一筆 我想這也是違反的 失職失責 對也是失職失責的 所以我認為 提出這樣的複議 讓立法院重新來審議 這也是 行政院長該有的一個 負責任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來看過去以來 有13次行政院提出複議 其中有7次成功 有2次沒有結果 有5次未成功 成功的比例還是高的 所以我們也期待了 這一次的複議 立法院能夠好好的再來審議 過去發生了一些問題 很多委員也都發現了問題 甚至有很多說 那就等到釋憲大法官回來再來處理 如果發現立法院定的法定的不好 有違憲之處 就盡快趕快來修嘛 這是一個程序可走 就盡快修 不要還要等到大法官來認定了違憲 才來做處理 我認為那個都是在歷史上 對立法院都是一個負面的一個印象 院長同意這樣的看法吧 完全同意委員的看法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 檢視跟比對所有的法條 再次確認它的內容 在第一時間 就經過行政院院會來通過 現在已經 陳請總統來核可 我們希望最短的時間 一定會送進來立法院 總統核可的文還沒有到行政院 一定要總統核可文下來之後 我們才會 所以可能下個禮拜就會送進立法院來的 希望能夠儘快的時間 因為 越快處理 副議院如果能夠越快的成立之後 這個社會的紛爭會減少 憲政的危機也會化解 那當然啦 也有可能最後進來的這個 複議的結果 立法院的多數 如果照過去這樣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有可能是不接受 那如果不接受的話 我聽到昨天副公司總召說 這個行政院長如果 複議不通過的話 應該要下來負責 憲政上有這樣的規定嗎 跟委員報告 依照新修的這個憲法 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第二款的規定 他只有說行政院長接受 炒掉了過去應該辭職的字眼 所以我很遺憾 我沒有辭職的選項 但是委員有第三款的選項 我認為其實依照 所有都依照憲政來走啦 但行政院長照你的所有提出來的複議 那如果立法院堅持要維持原意的話 那當然 照法令來說行政院就只有接受 但是 後續上可以提出示現 包括 立法院黨團以外的提出示現 那重點是 其實 如果副總召真的有意見的話 他不要忘記了 在第三項部分 有一個 立法人可以提出不信案 院長 擔心 副總召來提出這個不信案 我既然我依據的就是同一個條文 來提出複議啊 那如果說 大院也依照憲法的程序 提出任何的憲法秩序所允許的 那沒有什麼擔心 我們就是面對憲法 人民是最主要的依歸啦 民主政治 責任政治 這樣人民最後決定 那這一段時間的所有的表現 大家也看在眼裡 如果說最後還是堅持 副總召還是堅持要 負起這個責任 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由 副總召 國民黨黨團來提出不信案 那由人民來做最後的決斷 看是人民對這件事情認為是 是傅坤其隊 還是卓榮泰隊 可以來做一個整體的審視 看這件事情是 國會跟整個人民的支持一項在哪邊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最終解決這個憲政困境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其實 國會應該整體來思考 這樣的一個負義制度也是 憲政上面在思考行政跟立法之間 如何產生一個好的一個 運作的奮基的方式 院長應該同意這樣的看法吧 是的 我跟奈委員 對憲法的理解是一致的 好 謝謝 院長一起努力啦 我們期待是 國家更穩定更好 同時多一點民生 少一點政治啦 這樣國家才能穩健前進 不然這樣狀況如果持續發生 後面還有很多 很多法案 不管是花蓮的淺根法案 不管是 反滲透法的修法 國安法的修法 這個這樣下去 台灣會沒完沒了 我認為這個對台灣長域的發展 是非常的不利的 好 接下來我想要還是回到一些議題 回到高雄啦 回答最近很熱啦 包括超威 MD的部分 最近都在思考 來到台灣來設這個研發中心 那高雄啦 我認為它有一個相當大的優勢 就是它的電力是最充足的 高雄現在有百分之 它一年產生了五百億度的電 它有百分之四十是往中往北送 而這個未來這個AI 這些產業其實需要的電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啦 那我希望不要讓南部的鄉親們 都只是在需要用電的時候 不斷地付出 承受空汙的危害 承受影響 而人才不斷地北流 我們希望行政院如果在你們能力範圍內 應該多多鼓勵企業 往南部 來投資 讓南部來均衡發展 我認為這個也是對 不斷地為國家付出 提供電力 提供很多的資源的 這個南部的縣市才是一個公平的 院長怎麼看 政府對於全國二十二縣市 應該都是平等的來看待 希望都有很好的發展 但是我們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能源的分布 我們的產業的聚落 我們人力的供應 以及我們必須加強很多的交通 跟公共設施基礎設施的建設 所以在這個底下 我們希望產業 如果國際大廠能夠發揮他們這種專業的眼光 去挑選一個 也符合政府能夠提供所有服務最好的地點 那我們會全力來協助 院長我希望就是至少能夠在廠商 要來投資台灣的時候 也多多提醒啦 南部的部分的電力其實是充分供應的 而且還現在 除了40%中送北送以外 連星達跟大林都還在增加新的燃氣電廠 北部不增加的時候 南部還在增加 所以南部在超前部署的時候 我也希望 這些聲音能夠讓更多的投資者知道說 其實往南部來投資 其實是一個更穩定 而更安全的一個投資一個保障 好不好 我相信國際大廠對他們這個產業的 發展都很有信心 也有專業 如果有任何的詢問 我們會提供到的真正的資訊 謝謝院長 請多多支持 那再來就是 現在的AI相當夯 南北的部分 有可能都會有一個生態 AI生態園區的一個設置 其實 北部其實聚落已經自然形成了 南部反倒是需要 再更大力推動 那我看到了其實 高雄這幾年 不管是5GLT的106億 或者是智慧科技創新園區的170億 在高雄在亞灣已經形成一個聚落 包括台南的部分 這個連動起來 我認為形成一個南部的一個生態園區 我也希望 未來如果這樣的推動的時候 院長跟部長能夠大力支持 讓北部跟南部都有一個這樣的聚落 讓高雄台南在南部的生態 聚落生態園區能夠整個形成 好不好 院長 請這院長回覆 國家經濟的發展 跟產業的發展 尤其現在我們在世界供應鏈上面的地位 我們都應該 對自己 有更多的期許跟責任 那 郭部長來自產業界 非常了解 國內國外產業界的連結跟合作 希望南部這塊 能夠有更多的這塊 特別是AI這塊的生態系的部分的支持 因為時間有限 再來是 也謝謝民進黨的執政 在於小港的沿海六里 過去有八百支煙囪包的地方 我們終於 花了從五百八十九億 到了八百億 來做前村 從林全院長到賴清德院長到 純南院長都大力的支持 那現在到了最後階段 他們期待是無負債的前村 跟整個社會住宅的一些 能夠給予放寬 讓一些比較弱勢 需要照顧的人 能夠被照顧 我也希望 院長關心一下支持這樣的方案 好的 好的我們會去持續關心 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好 另外當然有一件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呃 期今啊 過去是半島 但是因為高雄港開港的關係 而形成了是一個離島 但是他沒有 離島建設條例的一些優惠啦 那因為第一過港隧道 年限剩十年 當然我們做了延售 但是第二過港隧道 可行性評估今年剛出來 那 呃 為期盼未來行政院跟交通部 能夠持續來支持 讓 其今有更安全回家的道路好嗎 請院長回覆 好的 高雄港現有的這個過港隧道 已經 延到一百三十八年 對 那有提到跟其他一些相關的 呃 交通建設的 合併 來建築 我想 第二過港隧道啊 我們 是不是要考慮跟捷運來共購等等的問題 這請院長跟部長來審慎思考 好不好 因為第一條已經五十年了 其實延售的話 都還是有風險 這個離島是因為高雄港開港才造成的 那我們希望 讓鄉親能夠 要不然每次要做渡輪經過其實相當麻煩 我們還是希望這塊 呃 院長跟部長能夠整體來思考 好的謝謝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 前鎮漁港的部分之前讓 呃 包括立任院長都非常支持 前鎮漁港是全台灣最大的遠洋漁港 他會一年為台灣創造 三百億以上的一個經濟的產值 齁 那這 終於來經過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投了八十億來做全面的改造 包括地下化 下水道等等全部來做了 但是有一個是最後一理路就是 我們如果去日本的豐州築地 我們一定是搭乘大眾運輸去 那現在的捷運黃線已經開始要做了 齁 那我們也期盼未來再增加兩站 延伸到前鎮漁港 讓我們的海洋產業漁業 能夠更好的一個發展 好不好請院長跟部長是不是也說明一下 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目前已經在做可行性的規劃 那預計在今年的六月 他的期末報告會出來 那我們希望朝來支持跟推動的方向來 好 謝謝 院長最後一點時間齁 疫情後的復甦很快速 但是高雄這塊的機場航班航點的 恢復其向滿 我也希望院長跟部長能夠大力來督促 不要讓南北的落差越來越大 好不好 好好好 謝謝